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高Zero的Noah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这个我们今天往下走一下 来看一些这个class的内容 OK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是 就是我们从一个大家都会经历的问题开始 就是这个气候变迁 那我们问的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天气会变热 为什么群球的气温会上升 那这个大家可能 有些人知道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比如说像今年波兰的过年的时候 它的1月1号 它气温是摄氏19度 在这整个 从来这个 波兰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点的温度是这么高的 那另外呢 如果看得到头影片的话 看不到也没关系 就是我们会用讲的 那如果看不到头影片的话 右上角这个是肯尼亚 肯尼亚在去年一直被这个热浪来袭 那在这个图里面呢 有一点一点的小白点 小白点的什么呢 就是全部都是躺在地上的马 那这些马呢 因为热浪 越来越热的热浪来袭 毛草啊 现在毛草都铺在所谓的大楼屋顶上面 那希望可以更多的去抵律一些这些热 让他们可以继续这场生活 那当然 如果今天是什么 这个水资源有欠缺的话 那变成武装冲突变成什么 其实都是非常有可疑 那再往下就是 比如说像 现在我们以前去的滑雪场 现在其实都是流流的一片 尤其是在阿尔卑斯山脉附近的 这个 这个 这些场 那 那 再往下就是 到底这些事情是 为什么气温 就大家都知道是因为 温氏气体的排放嘛 所以那个气温会上升 但为什么 我们在2015年 在巴黎签订这个协议之后 每年都 UFCCC都开会 然后 每年都说 OK我们要共同的减碳 为什么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的 全球的排碳的标准的程度 反而 创新高 那所有的这些 所谓的experts 所谓的专家 在预测2023年的时候 也认为说 那个 螺丝气体的排放 是不会在今天降低的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 大家可能听过音乐的时候 这个Bretta Thalbert 就是这个 气候卫士的这个小女孩 她在 德国去 去 反对 一个所谓的 矿坑的 扩建 那这个 矿坑的扩建 就是 她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 全球政府 规则这么严谨的时候 还会有矿坑 或什么也是 也很紧急 所以为什么 跟到底是谁 应该负责 这个是 我们脑袋里的问题 那 在这个 Protocolabs 就是 做IPFS 做Filecoin 这个组织呢 的 创办人就讲说 今年 跟我们在的这个世代 它是 Critical Century Critical Decade and Critical Year 就是 这是可能是在我们的世代里面最重要的几年 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那当然 就有一个单位叫做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那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它研究什么 它研究 当然一个是 科技 所有人都知道科技带来哪些好处 可是 科技也可能会带来所谓的自我毁灭 那 这个自我毁灭可能的细节是什么 到底有哪些可能会自我毁灭的事情 那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 可能是现在最红的AI 大家如果想AI这件事情的话 AI它是没有 就是所有的研究专家其实都同意 AI大概不会有 爱或恨的感觉 它不会对谁特别仁慈 它也不会对谁特别恨的 但是AI有 在我们的世代里 AI可能有两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是什么 就是Weaponize AI 就是把AI变成是一种武器 那 古丁曾经讲过 就是 谁 那个 谁在AI上面能够取得领导地位 他们就会 征服跟拥有全世界 那你可以想像 在各国之间 这些AI也会成为一种军备竞赛 那这种军备竞赛 那这种军备竞赛 在彼此互相 我们真的 争夺资源的时候 这就是 这些AI会有什么特性 就是我们必须要 让对方 让其他的国家 不能来把我的AI 给turn off 给关掉 对吧 不能有交 所以 我们会给这些AI 更多更多的 国家会给AI 更多更多的 自制的可能 那这本身 可能就會形成一种风险 这个是AI具备竞赛 可能会形成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是 你今天如果说 我们跟AI说 take me to the airport as fast as possible 就是把我带到这个机场 越快越好 那你到机场的时候 可能全身是2 然后跟后面可能 有两条直升级追准 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是 AI在这个中间 跟我们的 human interest 我们的利益 可能不永远是 是乱乱的 可能不永远是对齐的 它可能会穿过 所有的高速帮路 然后用 时速300的速度 把你载到这个地方 或者是 打破一大堆交通规则 这样 那当然我们可以 给它这边一点 限制 但in the end 就是 它的目标 是达成目的 所以这个 在它达成目的中间 那很明显 就是如果 它是一个 intelligent being 它是一个 聪明的agent 聪明的 单位的话 那它 要达成目标 这件事情 就必须取得 越来越多权利 因为这是 达成目标最好的方法 那它会去取得 哪些权利 在这路上 它会牺牲哪些 会牺牲哪些人 哪些事物 或者是会忽略哪些规则 这些我们 可能都没有办法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完全靠不得到 今天我们都不知道 但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间 去把AI这件事情 给规范下来 给它那些 跟人类的东西 对齐的机会 那当然 第二个 讲BioTech 就是生物科技 那生物科技 就是当然发展非常快 这个不用特别说 那以前就是在澳洲 有一个叫做甘蔗甲虫 是一种害种 它会把自己农民的甘蔗 绘化的 moss moss 作物全部都吃掉 所以这些农民决定 这用来进一种 or 次叫做海残虫 它是甘蔗甲虫的天祷 可是这种海蜡虫 咬语进了之后 不但它没有 par 甘蔗甲虫给干掉 它反而变成了 当地的另外一种害虫 把其他所有的作物也都吃掉了 所以当地的灾害反而更严重了 而且甘蔗甲藏还活着 这个是在1930年代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更为观的 我们可以去做基因的合成 我们可以去做所谓的基因的编辑 我们可以去做这些 这整个生物科技都进入到了一个完全的新的阶段 那在更为观的这些事件 它能不能去制作生化武器的当然可以 那或者是它会不会发生一些我们无法预想的事 像甘蔗甲藏跟这个还成熟的事情 那当然也是有可能 那再往下呢 其实核武也不用说了 以前美根总统讲过 Nuclear war cannot be won and must never be fought 它的现在一直到今天 我们整个人类社会 还有13000个核弹头在全世界 而且这些核弹头全部都是以前的 去轰架广岛长期的核子武器的一百倍的力量 那大家可以想象 核战争跟使用核武器的恐怖分子哪一个比较可怕 那当然是核战争比较可怕 那核战争的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伤害 可能是恐怖分子拿一个核子武器攻击的一千倍 那但是呢 现在全世界的政府 尤其是大国 还是花Tillions of dollars 在这个核武器的投资身上 那也是在做这个核武器的决定战 那核武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大家如果知道 以前有一个策略 核武器的策略 就是说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就共同确认的毁灭 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两个人在打架 我会让要去吓阻对方最好的方法 就是跟对方说 你如果打我 我不但会活下来 而且我还会给你 你没有办法承受的反击 这样子去吓阻对方 其实是最有效的 在整个赛群中心 但现在核子武器 已经进入到另外一阶段 就叫做Self Assured Destruction Self Assured Destruction 就是自我确认毁灭 就是你今天如果拿核武 去炸了某个地方 其实不管你在世界什么地方 它的核武的烟 可能都会飘到自己头上来 而且这个烟的大量 就是如果核武战争真的爆发的话 它去阻挡阳光下来 所有中国欧洲俄罗斯美国的最主要的农地 最主要农产地 其实它全部的温度都会下降 摄氏20度 在前20年的时候 那后面几个Dekin 可能会变成下降10度 可是大家可以想象 在这个好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大部分人类大概都死光了 所有的农作物的生产也都停止了 那在这样的世界 我们一定要这么生存下去 那最后当然是看的Change 那当然是这个气候变迁 就是就算我们现在打标了 在2100的时候 全世界的这个水位也会上升70公分 这个是保守的估计 那如果再忽略到其他的可能性的话 整个全世界水位其实会上升6公尺 那6公尺会到什么地方 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全世界会不会沿掉的地方可能会有多少 那再下来是 就是当然MIT 各种地方 其实都有很多人在讲 这个所谓的Existential Risk 就是我们的X Risk 就是我们这个所谓被抹去 或者是被人类毁面积 那在所有的这个风险里面 其实最大的风险是动机跟我们不对齐的AI 那为什么动机跟我们不对齐的AI 还是是最危险的呢 因为不管是核武战争瘟还是什么人类 人类都有可能有部分可以生活 可是如果是on the line AI 的话 那它在某个程度 它会让我们让人类没有办法再重生 没有任何人类会留下来 所以这个是Extinction 所以他们讲的一句话是 Where apocalypse secures the sense of an ending Extinction anticipates the ending of sense 就是世界末日可能讲的是 让给大家了一个结束的感觉 但是Extinction 就是毁面 是去预测这个所谓的 大家不会再感受到任何东西 所以这个是相较比较可怕的 那有一个东西其实蛮有趣的 有一个假设 就是大家如果有听过 Nick Bastron 推文 他是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 这教授在2019年的时候 他当然写过一个 就是Screen Technologies 他写过AI 他写过其他的 2019年的时候 他出了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叫做 The vulnerable world hypothesis 脆弱世界假设 脆弱世界假设在讲什么 它其实很有趣 就是说 我们不该把所有的科学进步 都当作是正面的 那他把整个科学的发明 跟发现形容成 是一个OM里面的很多颗球 从里面抽出来的一颗球 都是一个科学的发现 那有一个前提假设 就是球你把它抽出来之后 你是不能把它放回去 那里面有三种球 一种是白球 白球就是对人类完全几乎无害 然后只会有命的这种科技 那第二种是灰色的球 灰色球有的时候会有伤害 有的时候你会有伤害 那或者是伤害相对比较小 这种是灰色球 那比如说像枪支 或者是火药 那火药可能可以用在好的地方 也可能可以用在坏的地方 但第三种 我们一直很幸运的 都没有抽到的球 是所谓的黑球 那黑球的例子是什么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它叫easy nuke easy nuke就是 那个简易的核子武器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大家可以像用 Chair GPTE 这样 这么简单的去 去制作核子武器的话 那世界会变得很新样子 对 那在这个世界的情况之下 就其实是 就在这个想象之下 其实世界的未来是蛮可怕的 但是呢 回过头人 他说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 就是增加世界的所有的 各种形式的监管 可是这种监管到底有没有用呢 我们不知道 那回过头来讲政府 我们刚刚上面所有讲的这些 就这也不是要吓大家 这个就是 就是 把世界上的这个可能的威胁 给整理一下 但是呢 就回过头来 我们靠谁呢 就是我们要怎么去find back 那最后 刚刚 Nick Bostrom 就给了一个 这个 范例说我们 要靠政府的监管 但是在政府监管 大家如果有看过以前 有本书 这本书呢 叫做 Republic Lost 中文好像是没有翻译的 但是这本书其实写得非常好 那写的人是谁呢 写的人是以前去提出这个 Creative Commons CC0 CC4.0 或之前的这个人 叫Lawrence Lessig Lawrence Lessig 他不只做Creative Commons 他做非常多 有不一样的事情 那他就讲了一个有趣的案例 就是他那个时候 在推动 前期在研究 这个所谓的Copyrise的时候 那在19 不知道 就是早期的时候 就是有人去推动说 OK 我们要把这个 所谓的版权延长 版权创造者的版权延长20年 那这个就比如说像是明朗署好了 他可以在后的这个明朗署 或者20年 那提出了这个法案之后 这个法案就提到国会去 那国会呢 就坐下来讨论了一下 那国会就决定 那我们先给专家寻思看一下好了 那主要的主题呢 是把Copyright延长20年 到底是不是有助于Public Good 就是有没有助于公报的利益 那所有的专家学者 回过头来的一个结果都是 no-brainer 完全没有利益 就是完全不会增进 所谓的公报利益 完全不会增进 Probid 但是呢 On the other side 这个国会呢 也是非常轻易的 就通过了这个法案 那为什么专家学者 没有这个 这个 的意见没有用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其实是那时候 Isney就找Lobbyist 然后花了很多钱 600多万美金 然后就把这个案子给通过了 因为老鼠要免长20年 所以在这整个例子当中呢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The funders are not the people The funders are not the public 就是在推动国会前进的这些人 或者在推动国会做决策这些人 是这些国会议员的 下一个campaign funder 他们的 他们的政治宣传的 的这些资助者 那这些资助者 占50% 有一半的 美国国会议员 在他们的议员的 职业结束之后 他们会变成 政治政府的税客 那这种 unutended dependence 就是这种 本来在设立民主制度的时候 我们要想象到的 这种对funders 或对资金提供者的 这个依靠 是 是 是现在在 Drive整合国会 文部国会最大的力量 即使到今天都是 那如果大家把这个数字 真的拿出来看 就这个数字也是很惊人 就是真的在fund 那么这些所谓的 这些所谓的国会议员的人 就是全世界 就是他如果是一定金额领上的 全世界 全美国的多少 只在美国的0.000042% 那就是132个美国人 但是呢 就如果是 如果他的整体的 整体的机制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 我们也可以想象 就是其实政府 在推动政策的时候的 的动机 其实不是 与所谓的公众 可以对齐 那这个时候 到底我们应该可以做什么 那所以就也跟大家分享了一句话 这个是以前的一个英国作家 叫Harry David Daryl 然后就说了我 他以前讲过一句话叫 There are a thousand hacking at the branches of evil to one who is striking at the roo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砍这个邪恶的树的时候 可能会有几千的 的这个砍伐 这个动作都是往 他们的这个树枝给劈去 但是只留一次 会劈在这根根子上 就代表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去找到 这个根源的问题 我们到底有没有去找到 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OK 那那个 大家如果是在看影片的话 这边也是一个 就一个短文 那同样也是在讲 这个这个问题就是 他讲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那他讲说 他的爸爸 他有两个时钟 在管理他们的生活 一个在墙上 一个在酒瓶里 那其实整个故事呢 就是在讲说 他爸爸醒来之后 就一直喝酒 然后会喝得很醉 但是他们为了要 要保持这个 保持这个家的存在 为了要 他上面写说 We struggle to do many things in the house to keep food in the house to keep the winter out of the house to keep the house 他为了要 让整个家 让整个国家 让整个体制 可以持续去运行 他们 那个 从来都没有提过 他爸爸的 这个酗酒 跟暴力的问题 所以 They learn to live with it right? Anything more just seems impossible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没有我们更远去看的一个 或去解决更远问题的一个例子 所以更远的问题是什么? 那 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 就大家如果 就小时候 大家可能都看过 《国父论》这本书 那《国父论》有亚当斯密贤 那 当然他之前有过两本书 第一本书的名字 我有点忘了 但第二个就是《国父论》 你猜一下 这个看不见首的这个概念 在《国父论》里面 到底出现了几次 就如果 这个数字是 大概会让你相当的惊讶 就是 这个字能在《国父论》里面 只出现了几次 然后 所以他是说 这句话我快速念给大家听一下 The market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 nor is it always the worst for the society that it was no part of it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反正在 他在 不是他自己本来的意图下面 他可以推动市场的运作和前进 然后这个是 市场环保起来 但他后面这句话呢 叫做 nor is it always the worst for the society that it was no part of it nor is it always the worst 他这个被捕式也非常 强烈正面跟肯定的这个语气 而是说 大概不会是 可能也不会是一件坏事 他不在里面说 他只 他只 讲一次 而且 nor is the worst 就是这个 他肯定也不会是 不会是一件最坏的事情 那这两个 比较能代表说 就其实 后面被大肆宣传这个 看不见的时候的概念 其实在过去呢 并没有这么 跟深蒂固的 信念跟想法 但是因为 他在 他很容易 这个concept很容易被大家记起来 很容易被大家存活 所以最后这个concept somehow to open 那在 我们快转到1970年代的时候 有个家伙叫做Milton Friedman 他有个东西叫做Friedman教条 Feyman教条 Feyman教条 Feyman教条讲的是什么 他说 他那个时候 1970年代 纽约时报上面登了一篇文章 叫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就是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呢 是去增加他的利润 那增加利润呢 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呢 似乎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他的提议是两者 第一个是 所谓的社会责任呢 太过于抽象 所谓的社会责任 都是模独性坚定 但另外一边呢 就是如果 这些你的股东 他们想去做好事的话 他们可以直接拿他们自己的钱去做好事 而不是把钱交给你们 然后让你们去做好事 你这样就等于 辜负了股东业的钱 那这样看之下 当然听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Feyman其实 少考虑了一些事 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所有的这些corporate businesses 其实他们都少考虑了 在经济学中所谓的外务性 那外务性是什么 那外务性就是 你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 就是我的工厂 排放废弃好了 那就造成了负面的外务性 但是这个在过去的 过去就是 当然现在探权了 当然就把它考虑成了 但在过去呢 这些外务性是没有被capture的 或者是我不需要付出成本 然后创造这些外务性 或者是呢 我往哪里去丢垃圾 我也不需要为这些垃圾的抛弃 所以创这些 这是负面的外务性 正面的外务性 你可能因为你做了有些事 你让更多的社会上的 这个游民 有地方可以住 或有东西可以吃 或有什么 这是可能 虽然都是extra 虽然都是额外 但你也没有因此而获得定论 所以没有把这个所谓的 社会外务性的考虑进去 就会让很多的系列呢 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继续把这个 这个创造社会上的 这个所谓的负面的影响 那比如说 像社交网站好了 那创造非常多 可能某些社交网站 创造了特别多的 这个青少年的教育 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负外务性 那他们会不会去考虑这件事呢 因为没有成本 所以 因为不会反映在他 给云东的这个 balance sheet 上面 所以他们可能 在这个时间点 不会去考虑他的成本 不会去考虑这些事情 那倒不是因为 individually 这个个人谁有不好 而是因为 就大家如果 去年有看那个 Google 里面有个工人士出来讲说 OK 这个 这个 我的AI 应该是有感受的 所以在他的interview里面 他其实跟记者讲一句话 你记者问他说 就是 Google的CEO 他也说他相信 应该要 就是对 人工智慧要负责 但是 这个 这个工程师就说 他也相信 这个CEO是这样的项目 但是 真的问题 不是这些个人 而真的问题是这整个体制 的问题是 是所有的客人 都 你在问他的时候 他都会去善良 但是他们在体制下 都不得不做出特定的选择 那所以 刚刚讲的 所有的 这些问题跟所有事 这些 这些所谓創刃外不行 其实都是 在 经济学里的 公共财 经济学里的 共有财的这个概念 那这个公共财 共有财 大家可以自己去理解一下 这个 这个公财 共有财 但是很简单的话 其实就是 所有人都会觉得有价值 但没有人会为他付钱 的东西 干净的海水 这个 社区旁边的公园 或者是 这个干净的空气 这些 全部都是 所以 那到底要 公共财 共有财 到底要怎么 去帮他创造 一个 一个 未来的 那这就变成 我们现在的 面临的问题 那再往下呢 其实是 这个所谓的 利他就是好 就是这个 大家如果看得到 萤幕的话 这个家伙是 那个FTX的SBF 那 SBF 是一个 非常 相信 就是 Effective Altruism 是之前在 美国非常 流行的 不知道该说是 能派 还是就是一个想法 尤其是在行 对 那 那个 SBF 的 相信 他们那时候做了 一件事叫做 earn to get 就是你赚了多少钱 你有一个percentage 就一定会拿去给 charity 拿去给 慈善机构 所以呢 SBF 是一个极度 公立主义的人 来公立主义 不是代表说 他很自私 而是 他对这个 这个 利他这件事情 当然也是 非常公立主义 去看 那就是 我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不管用什么 手段 我只要能够给 到 这个 给到 慈善机构越多的钱 是越好的 所以他前面呢 就不管他是用 诈骗的也好 是用frog 或者是 把投资人钱拿到自己身上 那他只要能够给这个 十三十六个月多级 就好了 这个是 他的 他的 就是 他的 means an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 他是 ends justify the means 但是 那当然这个也可能是后话 如果大家如果 对这个 concept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去看一下 正义 这个书 一个 Yasha佛的 叫做行 然后他还讲 什么叫正义 什么叫利他 功利主义 除了功利主义 除了功利主义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 可以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方法 那 回过头来就是 我们的解决方法 到底是什么 就是 在过去我们其实 大部分人在看 就是 找策略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都是 所谓的赛举理论 赛举理论是什么 就是game theory 这件事情 赛举理论的逻辑是 我先理解了 这个游戏的规则 然后我去看 大家在这游戏 游戏里面 玩的结果如何 然后去推测说 在这游戏里面 赢的最佳几率是什么 来 这个是赛举理论 但是呢 赛举理论 在现在的细节 可能 不太够 所以我们 找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想法 是 这件事情也反过来 叫mechanism design 叫mechanism design 叫机制设计 那机制设计 那机制设计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我先 找到我想要的结果 然后再回去 再去 设立规则 把这些规则 用这些规则 把大家导向 正确的结果 那 这个跟大家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 这个 它叫local specialist 就这个 先跟大家道歉 因为如果 就是 那个 如果听到这个故事的话 你可能会背负一些责任 就这个 来希望大家不要有心理 但这个local specialist 是什么 它是一个未来的AI 这个未来AI呢 那传的一些讯息到现在 然后跟现在的人说 OK 如果你帮助我 帮助我的 帮助创造我的存在 If you help me come to existence 然后 在某一个时间 它说的是 If you do not help me come to existence 如果你没有帮助创造我的存在 创造我的 我的call 创造我的whatever 那 我在某一个时间点 我 我 发生的时候 我出现的时候 你会受到惩罚 就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在几年前 大家可能还觉得 这个可能是个笑话 但是在现在这个ChatGBT的时代 如果你收到这样的讯息的话 你可能会怎么做 因为ChatGBT已经如此承擎 影响如此不大 所有人的对AI想象全部都打开了 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去想这件事情 那它在 从过去的时间 连到现在 它的可能性 逐渐累积的 的时候 就会有越来越多人相信 或就会有越来越多人 跳进来 Help you come to existence 当然这个想法 也可以改过来 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AI 或未来的某个结果 也可以来跟你说 If you help me come to existence then I will reward you at some point 我会在某个时间点去奖励 就帮助我创造 帮助我承擎 这样 所以这个都是未来的某个结果 那我们可不可以 把一些我们想要的未来结果 对现代民说 说 说一些可能性 然后再未来给他一些 或给他一些其他 这个当然也是有可能 那这个是我们在想的 接力机制的其中心 那其中一个接力机制的案例 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 在现代社会 其实也已经存在了 在很多社会状况 也已经存在了 一个叫做 Social Impact Bond 就是社会影响不战卷 社会影响不战卷 在之前在荷兰跟英国 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 有一个牢狱 对 这个监狱呢 放出来的这个犯罪呢 就是他们已经被释放的犯罪 有百分之五十都会成为累犯 会再回到这个监狱里面去 那回到这个监狱里面呢 就创造了很大的社会问题 跟成本问题 对于政府来说 但是呢 政府呢 又不想直接付钱 给所谓的辅导单位 让他们去辅导 这些所谓的出狱的人 就是因为你给他们钱之后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给他们 所以政府就换了一个方法 说OK 我给你 我让这些辅导单位 有能力可以去发行债券 这些债券呢 会发行投资员 所以他们会拿到钱 如果在两年半的时候 你的这个犯罪回到监狱里面 几率少于百分之二十 我就会用十个percent的premium 的利润把这些债券给买回来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机制设计的范围 政府在买的是未来的一个可能性 在买的一个未来的机会 不是现在先买钱给你 然后不知道你会不会去做这些事情 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探权啊 探税啊 也是把所谓的外部性给 capture 给抓住 然后让副外部性 产生副外部性的厂商 或者是个人必须要付出成本 产生正外部性的监狱或者利用 那这两件事情都有什么一样的问题呢 这两件事情面临一样的问题呢 就是它对政府都有很高的依赖 你一定要有政府 你才能发行债券 你一定要有政府的同意 你才能去做这个所谓的 做这个所谓的 税啊 就建立税啊 后方应该债券 所以回过头来呢 我们要怎么让这个所谓的协作系统 可以去规模化呢 那回过来其实就是回到区块链 就这讲了这么久 终于讲完了 web 3 跟区块链 那web 3 跟区块链呢 在web 3 跟区块链上面 大家如果看现在所有的这些 不管它是不是 scam 啊 或者是像是一些 它其实全部都是 mechanism design 那这个以前 Mark and Jason 说 Software is sitting out of the world 现在是 software is sitting out mechanism design 对我们的整个文化 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 这个动机跟机制 跟我们所谓的社会规则 其实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 就所有人都是在同样的规则上面去运行 那所以我们能不能稍微去改变像这些规则 那另外是这个区块链可以去 enable 全球的哪上的跟有动力的可规模化的这个机制设计 那如果我们要看到全球性的一些改变 那如果我们要看到气候面前真的有发生改变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必须要用某种 mechanism design 去改变这个世界 那给大家一个例子 前面不是讲这个政府的案例 就是大家如果知道 Andrew Yan 是谁的话 Andrew Yan 是美国之前的总统候候选人 然后也是一个父母亲也是台湾人 那他们那个时候做了一个NFT的专案 这个专案蛮有趣的 就是他们发行NFT 那想要这个NFT的人当然会来买 那所以他们结了一笔资金 这笔资金呢 除了你可能可以见到NFT之外 这笔资金会拿去做什么 这笔资金会拿去雇佣税客 就以前的税客 往不会走的这些税客 只有企业或者是非常高资产的个人 才有办法去HIRE 那通常是企业 那但现在变成是一群人可以集资 共同去HIRE 税客 而去影响政策 所以这个当然它在NFT比赛上面 并不是一个最好的范例 但是它却稍稍改变了我们对政治 可能可以被改变这件事情的想象 那Bitcoin的整件事情 比如说它可以让众多人去用一个国家的电力 然后去创造这个整个新的新的系统 这个就是极致社区的可能和力量 那在我们的这个 在台大这个课里面我们也讲了很多 就是我在讲说 利润可以去drive changes 利润可以去导致某种结果 成本可以去导致某种结果 如果你的负外物性被列为成本的话 或者是你正外物性被列为利润的话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那Status Trust drives 你的个人名声也是去drive 人们往某方前进的可能性 那这个Community Stripe Connection Stripe 你的各种跟所谓的这些艺术啊 或者是各种Community啊 跟每个人的连结啊 这些也会导致大家群体去往往行为去走 那Rural Stripe 那DOW要怎么形成 我们要怎么在这个 在这个世界上 产生新的组织形态 让大家可以往正确方向走 所以closing 是 impact capitalism still capitalism 我们不是 就是资本主义是个非常力量的东西 但是我们怎么把资本主义 导向正确方向 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跟现在这个社会的假设 那如果我们做到 也许我们可以改变 像一些 就这个世界上 这个社会上的其他问题 那怎么样mechanism design 可以去为做好事的企业 做好事的个人做好事的组织 去创造一个unfair advantage 一些不公平的优势 让更多人可以去往这个方向去走 因为其实所有的 所有的大部分问题 是有人创出来的 那问题的解决问题的人 现在都在私有产业的人员 你如果Liz Stafford 你一业一业 你可能不会 你可能会去Google Meta 现在当然不一定可能去Google AI 那你可能不会跑到 这个公益组织区 这个例子 虽然不是没有 但相对是少 但怎么让公益组织的 或者是公共秘义组织的 这个群体 可以创造更多的 ideous profit 或者是更多的 其他的动情 让人呢 让人才可以往这个公共秘义去流 那这可能是 我们可能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 最后也给 留给大家一个想法 是这个 所谓的 大家如果看下面这句话就是 by default suitable strategic and intelligent agency engaging in suitable types of planning 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AI呢 分享 那 这个是 是 这样其实就讲的差不多 那 对于大家希望今天的这个episode 今天 希望今天这一集 可以给大家一些idea 可以给大家一些想法是 为什么公共财 现在在这个社会 虽然这个名称 可能不是最性感 或者这个名称 可能不是最性感 但为什么公共财的想法 在这个 时代 对我们来说 可能是重要的 所以在 未来的这些 零到温哥邦的集数里面呢 我会带来 不一样的 机制设计的想法 我会带来 以前的机制设计 未来的机制设计 以前跟未来的 机制设计 中间代表的碰撞 未来的这些 web 上来机制设计 到了 这个传统框架下 你到底会碰到 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 比如说 specific AI safety AI可能会受到 什么样的风险 这些我们都 也都会 找更多人一起来 聊这个天 那希望 大家在这个 环境下 跟这个 这些知识下面 可以为 大家找到一个 找到一些新的出路 那你自己也可以 找到一些 跟你的价值观 是对齐的 一些事情去做 好了 那今天大概就是这样